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港娛樂》 我是主播Alan 11月15日 曾志偉突然衝上熱手 這次不是因為他被傳病中 而是因為有媒體放出了他看免得詐騙家族慶生的視頻 視頻裏面曾志偉滿面微笑討好 嘴裏面說著 祝白應倉生日快樂 憑情憑理 除了曾志偉被白應倉送了生日祝福之外 還有侯耀華 杜玉東等名人 名聲 被白應倉錄製了生日祝福 網友們抵後紛紛評論到 先判十年以上有忌徒刑再說 異境是後人 曾志偉這樣都大幾次了 曾志偉這種獵子斑斑的藝人就應該被封殺 誰會錄視頻給一個陌生人送祝福呢 看到曾志偉 我就想起藍杰英 曾志偉虛光緬甸 當時混亂人的微信朋友圈都是他 面對網友們的質疑 錄製過祝福視頻的藝人 經紀人出來回應說 藝人並不認識白應倉 更加不知道白應倉是做甚麼的 之所以會錄製生日祝福 是因為有很多人找他們 他們不要拒絕外依情緬錄製的生日祝福 因為是生日祝福 所以都沒有核實對方的身份 所以就算是藝人錄製了生日祝福 給白應倉 都不代表藝人是支持他們的 希望大家不要斷章取義亂猜測 這些經紀人的解釋 的確是有一定的可能 因為之前網上就曝光過明星有時候 是會靠錄製祝賀生日 婚禮 開業等視頻賺錢的 而且一個視頻不便宜 一般都是好幾萬一條視頻 具體價格根據明星的卡位名氣而定 這樣的一條視頻也就5秒10秒15秒左右 但是僅僅人說沒有收錢 而是說愛以情緬 又說藝人不懂得面不的詐騙家族的人 那這份情緬又是誰的情緬呢 是真的色私下有來往呢 還是不好意思明講收錢錄祝福視頻呢 而且就算是收錢辦事 但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在錄製這段視頻的時候 不應該提前吊細一下客戶的背景呢 陳志偉等人視頻裡面 很清晰地說了白應倉的名字 和免筆詐騙集團的名字 難道真的沒有一個人察覺到不對嗎 我是你的鬼 你這個招樓頭就壞得好 還是說有錢拿什麼都不理 如今這件事已經搞大了 陳志偉等人的祝福視頻都公開了出來 經紀人的解釋 很顯然網友們被不賣賬 希望這幾位藝人 可以自己出來正面回應一下這件事 特別是陳志偉 傳遞時間他就被傳過入股免筆詐騙集團 雖然當時他辟謠了 但如今他在免筆詐騙集團 六隻三日祝福這件事 再度令網友們覺得他很有可能 作為一個在香港和內地娛樂圈 都很有名氣的藝人 他真的有必要出來 給大家一個合理的解釋 好啦 今期的節目我們就分享到這裏 喜歡我們節目的 麻煩點個訂閱 帶你了解更多的名人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 不見不散 拜拜